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宫廷密室,我是超梅 凯特·米德尔顿是威廉王子的妻子 在成为剑桥公爵夫人之后 凯特一直都是康沃尔公爵夫人卡米拉的眼中钉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很喜欢自己的孙媳妇 但是卡米拉却容不下凯特 因为他们都是未来英国王后的热门人选 卡米拉是长辈,她排在前面 凯特王妃是晚辈,自然就是落到了后面 世事都是仰着卡米拉 但是这一次38岁的凯特终于逆袭了 当地时间10月7后 凯特王妃和威廉王子在伦敦摆进汉宫 招待乌克兰总统沃洛德米尔·泽伦斯基 一起出现的还有乌克兰美女第一夫人奥里娜 凯特王妃这次出现可是不一般 她是以皇家女主人的身份坐镇白金汉宫 和威廉王子一起招待贵宾 这让卡米拉嫉妒 38岁的凯特王妃身穿皇家蓝连衣裙 她打扮得简约高贵 在金光闪闪的白金汉宫大厅里格外鲜艳 乌克兰第一夫人奥琳娜是著名的美女 她身穿着白色连衣裙 和凯特王妃同框比美 二人各有千秋 凯特王妃得责殊荣 都是伊丽莎巴二世女王 赐予威廉王子和凯瑟琳的 94岁的女王有一年迈 她暂时还没有回到伦敦宫殿 但是皇家事物不能够置 所以女王直接将自己的质责 过渡给了凯特王妃 白金汉宫是英国王室的官方宫殿 凯特能在这里 以女主人的身份来应和 她未来地位不言而喻 卡梅拉既与这个女主人的位置很久了 但是她在白金汉宫 永远只能是伊丽莎巴二世女王的陪衬 抢不走女王的风采 川尔斯王子虽然是下任英国的国王 但是她的现任妻子 没有凯特王妃人气高 也许没有凯特受宠 凯特王妃在白金汉宫 做女主人将士十足 她表现得有亲和力 配合威廉王子 一起为乌克兰美女第一夫人 送上一场精彩的解说 奥林娜女婿 在做客的过程当中 也是非常的低调 她本是一位才女 为了支持丈夫 连就了不俗的写作功力 成为一名女作家 乌克兰第一夫人的丈夫 本来是一位喜剧演员 因为有了妻子的支持 才有了今天的成绩 奥林娜知道 这次做客对凯特米德尔顿来说 非常重要 所以她没有抢凯特王妃的风头 做法也很大气 两位金发碧眼的美女坐在一起 让白金汉宫的奢华璀璨 都变成了陪衬 年轻的剑桥公爵夫人 无依旧是伊丽莎巴二十女王 和菲利普亲王最好的接班人 倘若让72岁的卡米拉上场 那这个效果就是差很多了 凯特王妃只是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 她小时候从未想过 能够在白金汉宫做女主人 她崇拜戴安娜王妃 尊敬女王 对王室文化十分向往 凯特凭借着自己的优秀 介入到圣安德鲁斯大学 认识威廉王子 一对俊男美女 很快就是被对方吸引了 他们就这样陷入到爱河 凯特带着向往 加入了英国王室 但是她承受了很多的委屈 不仅遭受到卡米拉的白忌 还受到了梅根的欺负 这一次 凯特米德尔顿 终于漂亮地立正了自己的实力 她是文少家族 绝对拿得出售的灰姑娘王妃 高贵的仪态和从容的状态 高贵的仪态和从容的状态 不属其他的皇室女性成员 凯特王妃和威廉王子 目前居住在肯行顿宫 这是威廉儿时的家 等到威廉王子成为君主 他们将搬往白金汉宫 那到时凯特的贵族气质会更加浓厚 凯特米德尔顿虽然没有贵族底蕴 但是她有潜在的能力 她已经和文少家族的一切成为一体 成为白金汉宫的半个女主人 卡米拉及红了眼也是枉然 每个马克尔在国外行风作浪 也不及凯特的半年威风 38岁的剑桥公爵夫人 从此不一样了 她勤勤恳恳地付出 终于得到了汇报 未来必定是让人惊喜 接下来是凯特婚纱是顶级秘密 前手参与设计 婚礼前消息外泄 让她难过倒哭 2011年4月 凯特威廉的世纪婚礼 即将在威斯米斯特教堂举办 然而就是在婚礼前几个月 消息泄露 深深地让即将成为公爵夫人的凯特 感到不安 我们都知道 在皇室婚礼这一天 虽然没有成文的规定 但是一直以来 婚礼上的新娘总是先忘 自己当天是所有摄像机的追随的焦点 比以往更为严格的任何努力 都是不为过 对于一些应该在婚礼当天 极小的事情 保密工作 无意于是一场战争 一丝不苟地激化着 每一英寸的缝线 每一件礼服在曝光之前 绝对不能泄露一点信息 而对于皇室的婚礼 更是在保密工作上 言之又言 除非新娘有意对外透露婚纱的细节 否则外界不可能知道 新娘婚礼当天所穿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礼服 然而对于凯特来说 她的皇室婚礼在这点上不尽如人意 婚礼前 婚纱信息的泄露 让凯特在白金汉宫里哭泣 威廉凯特的婚礼 信全世界皇室粉丝的热情 他们都知道有关婚礼的每个细节 地点 装饰 接待和来宾的名单 但是有一项凯特最为在意的事情 她只想自己知道 想对任何一个人保密 那就是 有关婚礼当天的婚纱细节 包括设计师人选 她希望这些在婚礼过后再揭晓 而对此事 皇室对外表示 凯特婚纱是这一场婚礼的顶级秘密 连皇室的那一勾计成员都不知道 直到婚礼前一秒 她希望自己婚礼当天的婚纱能够保密 希望在婚礼之后 人们才知道 她所穿的婚礼是哪个设计师设计的 但是不幸的是 在婚礼前两个月 婚纱的信息被泄露 在凯特即将经历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前 她深深感到难过 当时为凯特设计婚纱的 是知名设计师 亚历山大迈昆的设计师 萨拉伯顿 她是英国已故著名的时装设计师 亚历山大迈昆的助理前女友 据称 她被凯特挑中的原因 是凯特很喜欢她为卡梅拉而媳妇所设计的一套 母兄新娘礼服 她此前还为美国的第一夫人 米歇尔 明星纳奥利 坎贝尔 雷迪嘎 等设计过礼服 而对于凯特婚纱的威胁 她觉得不可思议 在纪录片《皇室裁缝的秘密》当中 皇室专家谈论了婚纱的提早泄露 让凯特非常不安 她说 凯特为了保密 她做了所有能做的一切努力 事情背后 我想她一定为此难过倒哭 婚纱的首席设计师 萨拉伯顿 婚礼当天来到现场 她一直在凯特身旁 直到凯特穿着婚纱走过教堂 她在制作这件婚纱的时候 用到了传统的刺绣工艺 这一技术要追溯到 19世纪80年代 在婚礼上 这代表着某种意义上的首旧 越是临近婚礼的日期 外界越是要渴望 获得婚礼相关的所有信息 当时 星期日 《泰晤士报》报道 一时尚消息来源说到 凯特威廉当天婚礼上 凯特所穿的婚纱 款式的设计 是在设计师和凯特 两人联合创意之下的作品 结合了凯特的意愿 和设计师的超强时尚能力 幸好 消息的外泄并没有破坏 凯特婚礼当天的心情 设计师说到 所有人都喜爱凯特的婚纱 当他穿着她亮相的时候 大家感到兴奋 不可置信的 他看起来轰动全场 对待会认高兴 请兴奋